對上一次拍攝我搬來新屋 我想已經有超過半年了 其實一路大家看到景色 我在拍攝運動、教學、影片的景色 其實通常都是這個 這個因為我已經撿得最漂亮 所以我才暫時使用這個 這部電視其實我就這樣看 我是覺得比較單調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一路對上我都沒有做櫃的 上面的位置 所以是整幅牆都白色的 所以我就在後面這個位置 我安裝了這些燈 LED燈 亮了之後會是怎樣呢 有時候的氣氛我覺得就是這樣用光去砌出來 我就因為都不想有很多很大型的傢俬 因為以前 舊屋的地方其實都很多很大的傢俬 我就不想這裡都是這樣 但是又覺得太單調 所以就安裝了這個燈 不過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一件事呢 就是我永遠都是拍攝這一邊的 其實這一邊是甚麼呢 這邊我給大家看看現在究竟是甚麼樣子 這個就是為什麼 不可以用來出鏡 所以這裡我是會整理一下 我打算在這裡 會是整一個櫃 櫃呢 我其實有想過的 不要高過 窗台的位置 可能矮一點 那麼我用來擺放我這些東西 這一邊就是大家平時常見的 我的脂肪磅 這個新買的 還有帶 我的啞鈴都在這裡 12磅8磅都放在地下 我其實在這裡又是可以放一個很大的櫃 但是 我又是不想 因為有時候我會在這個位置上跳舞 如果跳舞的話 有可能會撞到手 如果櫃太高 有時候如果想氣氛再好一點的話 我就會打開這個眼燈 所以我想找個兩層高的櫃 沒有時候應該不會撞到手 櫃等了一個星期終於送到了 不過就需要自己安裝 櫃裡面配件的種類不算太多 跟著說明書去分類都很容易 不過看到櫃的背板有點粗手 所以我自己就加工再塗防水膜上去 希望可以日後更容易清潔和內用 好了現在我快點去安裝好它 終於安裝好了 還有擺好位置 不過我發覺櫃有個問題 根據網上這個櫃的圖示顯示 櫃上面兩側的板 高度雖然沒有實際比尺寸 但是我看圖的比例 一定不是那麼高 因為如果真的那麼高的話 我是不會買這個櫃 因為我覺得不好看 所以我唯有自己再改造一下 當然我不會是自己去鋸短那塊板 因為鋸短了都不知道如何收拾 稅口 所以我就想了一個方法 把櫃反轉它來使用 不過由於這個櫃是可以伸縮的 當反轉了之後中間是沒有了支撐位 所以我就去配了一隻可以調節家具高度的支撐腳 去到自己安裝上去 可以調節高度的功能是很重要的 因為很難找到一隻腳 是完全適合我櫃底的高度 所以可以調節的話就一定百搭了 最後加上防滑腳 在本來櫃頂的板邊 然後調節好腳的高度 這樣就完成了 到現在又過了兩個星期了 其實已經整個季了 再加上我有想到每一格我怎樣放才會漂亮 因為之前大家都看過 我把所有的書、雜物都在膠箱裏 但是我又不想放膠箱裏 所以我就買了這些 這些這樣的箱 其實就非常好用 其實找了很久才能找到 就是一個類似的樣子 它裡面是一些塑膠 外面加上一些像麻質的材料 可以自己隨意去到開收 這樣就組成一個箱 手抽位其實是在旁邊兩個 我覺得這個挺好用 放在這裡 總算是大功告成 另外還有 這邊我就放了兩個喇叭 喇叭用來做什麼呢 我設定了它 每天在固定時間都會播音樂 有些音樂的話 抒情下 那又不用自己人手去到自己去到開 那多麼好呢 其實它是在哪裡接駁過去的呢 其實喇叭就是接駁了來這裡的 在這裡裡面是有部電話的 電話它會是定時定後去到播放歌曲的 至於我都不會想浪費電話的嘛 當不需要的時候 我想是電源都關掉的 我其實就是接駁了這個智能拖板 設定了時間 定時定後去到開和關電源 那就不會浪費電了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like 和分享給你的朋友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記得訂閱 大家還可以加入會員 支持我的製作 你的支持對我來說 是很大的鼓勵 好了 整個廳的位置 叫做是入伙之後 已經是搞定了 這邊 和常見的 我這個做運動的時候 拍攝的角落 都已經叫做是兩邊都見得人的了 希望在一段長的時間 都可以保持得到這麼整潔 因為那些東西 通常都會是一路一路賣回來的 那究竟怎樣收納才好呢 還有你自己的家 你會是用什麼的方法 去到收納你自己的物品的 都歡迎在 下面留言說一下 還有這些箱 不知道能不能用呢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用的 大家有沒有用過的經驗 都可以在下面分享一下 好了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 我們下次回來再見 拜拜